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5號 聖誕節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一樣送給大家三則科技五報 本影片由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好 我們來看第一則 進來中階手機跟旗艦款的差距越來越小 那你也可以看到因為差距小 那中階手機又比較便宜 所以九兔Google就是這個外媒 他們就盤點今年年度最佳的四款中階手機 來推薦給大家 他選擇什麼 第一個就是Google Pixel 7a 那我們台灣售價是14,990 那你也可以看到他的中階手機 少有的優異的拍照的功能 然後軟體功能也是延續了Google旗艦機款 加上Pixel 7a換上鋁製中框 玻璃背蓋 不再有過去的塑膠的廉價感 我覺得還堪用的啦 Tensor的G2晶片效能 所以Pixel 7a非常肯定 第二個被推薦機款還有三星的Galaxy A54 這完全沒有問題啦 那除了相機表現以外 全面的規格符合一個水準 然後還有呢 Galaxy三星的A14 這是便宜的 A14定價是6,990元 那這兩款呢 都在台灣都是熱銷手機 有些銷量還會超過蘋果和iPhone 還會上什麼 熱銷排行榜 那大家都還蠻喜歡的 那如果你想要入手折疊手機呢 G2 Google就建議消費者說 你可以考慮Motora Razer 40 在台灣售價19,900 那是少有的中階的折疊手機 那你可以看到它展開後呢 有6.9吋的M OLED的螢幕 也是不錯的喔 看第二則 蘋果你也知道iOS17玩 接下來什麼 iOS18了嘛 那以發布的規律呢 通常呢都會在明年的6月 會發布測試版 明年9月呢就會正式版 那目前代碼看起來喔 蘋果一樣會推出4款機型 目前呢也應該都會採用 全新的S8處理器 那外媒的rumor就說 他說早期目前的開發的版本的資訊 爆料啊 就是說它這一次的內部的開發代碼 叫Crystal 那有4款呢未發布的iPhone機型 內部的代碼有這幾樣啦 什麼D47啊 D48 D93 D94就是iPhone16 Pro Max 那以這個資訊來說 它的頂規版呢 iPhone16 Ultra 目前好像從這裡面看不到相關的數據了 所以理論上呢應該是 蘋果呢想要開發延伸的iPhone16 Pro Max的版本 那有可能就會用這個D94 甚至於有D95或者是D94A來區分喔 那種地區或者是其他配置的硬體 你可以看到蘋果在開發iPhone15 Pro Max的時候呢 它曾經出現叫D84S的延伸版本 那主要是測試呢 5G的數據機啊 那其中的S呢可能就代表了那個蘋果內部喔 它的5G的那個專案的代號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推出來了 這是它們內部的一些命名方法 那你也可以看到它程式也有顯示說 這四款的iPhone16機型採用呢 T8140的這個全新的SoC 在裡面代表什麼 就蘋果呢它代表的開發就是A18晶片 那你可以看到它自從iPhone14系列開始啊 有標準版啊Pro版啊都是用不同的處理器啊 拉大兩個版本的差異 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看下來還是有S8跟S8 Pro的處理器了 接下來還有就是在iPhone16系列也會採用呢 高通的新的一個WiFi還有藍牙的晶片 有可能啦目前他們只是有流傳出 不過呢我們在1月的時候呢還是有蘋果明日報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 好我們來看第三者喔 根據彭博社還有包聊說蘋果在明年會推出 第四代的AirPods 然後首都會推出兩個版本 那更會下放AirPods Pro的主動降噪功能 然後呢他們又據傳說 AirPods的第四代會一次推出兩個版本 主要是取代現行在賣的AirPods 2跟AirPods 3 那他聲稱說蘋果希望簡化產品的陣容 避免消費者混淆 而且呢會在AirPods的第四代呢 採用全新的設計 然後耳柄會稍微變短 然後改善貼合度 會介於AirPods Pro跟AirPods 3之間 功能方面呢他的充電盒呢會支援 翻賣的APP 來一個警報靈響 而且會搭配呢 USB-C的接口 那價位比較高的AirPods的第四代呢 則會有主動降噪 讓呢果粉呢可以更低的價格 入手降噪耳機 而且不用呢直升到 7490的AirPods Pro的第二代 那彭博社又指出說 預計呢可能會在明年9月推出 同時也會更新耳罩式的AirPods Max 功能不會有明顯變化 主要是改變變成了USB-C的接口 還有TNGO新的顏色 那下一代的AirPods Pro呢可能要等到2025年了啦 好以上我們今天晚上有影片晚上見 我們一個 monument最新 pass或是 謝謝手提前提到 一隻堅vern